小小的串珠用透明的线 按照编列的顺序一粒一粒的串起来 就能够串成一条项链或者是手链 精致的细工很需要眼力和手工艺的技术 让心意项链的长辈们学得相当的有兴趣 这些都有厨艺的 就是说在家里没料 这些就没顺 来这里整大店这样有盘很好 要我们的脈酒比较不好 要煮得小一点 这项属于原住民文化的串珠课程 吸引很多心意乡内的长辈以及妇女来学习 虽然做的过程很不简单 但是看到自己做好的成品 大家都感到很有价值 真的爱那个串珠真的不是很简单的 它的困难度真的很高 就是要用很细心 不过他们那个串珠那个串珠节那个成品 真的很漂亮 会让你觉得说很有那个成就感 谢英元石信龙表示 学习串珠内容除了有原住民文化以外 对于长辈来说 更能够借此动动手 相当的有意义 我们的长者 能够透过这个 传统的这样的一个 项链的串珠 让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长者 来学习 也来护习 过去传统这样的一个串珠 巧手 这样的记忆 一方面 能够给他们增加 这些回忆 另外一方面 也能够让他透过这样的串珠 能够手脚 还有脑筋 更加的 有一些 运动 在新一乡农会 推广农村巧艺的用心下 也能够看到 新一乡长辈们 学得相当的开心 石信龙议员 肯定主办单位的付出 也期盼未来能够继续办理 让长辈们 透过参与活动 咚咚手 咚咚脑 记者 邱平易 新一采访报导 新一采访报导